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美食故事时光》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秋收后的南瓜饼,温暖的回忆 二,祖辈的炖鸡汤,传递着家的味道 三,节日里的红豆年糕,甜蜜的团圆 内摩,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秋收后的南瓜饼,温暖的回忆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古老又亲切的话题,秋收后的南瓜饼 这不仅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段温暖的回忆,一个关于家庭,传统和季节变换的故事 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古代 想象一下,金黄色的稻田在秋风中波动,农民们忙碌着说割 而厨房里,温暖的火光映照着忙碌的身影,那就是准备秋季食物的家庭成员 南瓜,这个在秋天成熟的蔬菜,因其丰富的营养和甜美的口感,成为了许多传统菜谱的主角 南瓜饼的制作过程,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将南瓜削皮,切块,蒸熟后压成泥,加入适量的糖和面粉,搅拌均匀,然后揉成小饼 最后在锅中煎制两面金黄,一个简单却充满爱的小点心,就此诞生 这不仅仅是食物的制作过程,更是一种家庭团聚和文化传承的象征 现在,让我们从古代回到现代 虽然时代变迁,生活节奏加快,但秋收后的南瓜饼依然是许多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第一口热腾腾的南瓜饼送入口中,那甜蜜与温暖的滋味瞬间唤醒了儿时的记忆 这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心灵的慰藉 有趣的是,南瓜饼不仅仅局限于家庭的小厨房 它还走进了五星级餐厅,成为高级甜品的灵感来源 厨师们将传统与创新结合,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南瓜饼变奏 从而证明了传统食物的魅力是可以跨越时空的 最后,我们不妨这样想,每一块南瓜饼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份情感 它们不仅仅是秋天的产物,更是人们对于家的记忆,对于过去的怀念和对于未来的期待 所以,下次当你品尝到那一小块南瓜饼时,不妨让自己的思绪随住那香甜的滋味飘向遥远的过去,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温暖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祖辈的炖鸡汤,传递着家的味道 当然,亲爱的听众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跨越时空的美食话题,祖辈的炖鸡汤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而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情感的载体,一种价的象征 首先,我们得承认,炖鸡汤这门艺术,是一种古老的魔法 想象一下,你的祖辈在厨房里盲目的身影,那些被传承了无数代的秘方和独特的手法 这些都是现代快餐文化所无法复制的 每当锅里的汤开始冒泡,那股熟悉的香气就像是时光鸡一样,把我们带回到了温暖的家庭聚会和节日庆典 炖鸡汤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仪式,你得先挑选一只肥美的鸡,最好是那种散养的,因为它们的肉质更加鲜美 然后,你需要耐心地清洗,剁快,接着是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包括准备各种香料和蔬菜 这些步骤,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否则,那汤的灵魂就丢了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炖煮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对厨师耐心的考验 火候不能太猛,否则鸡肉就老了,火候不能太小,否则汤的味道就出不来 这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精细的化学实验,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时间和温度,才能炖出那种深入骨髓的美味 而当你终于端上一碗金黄色,热气腾腾的鸡汤时,那种成就感简直比发表一篇学术论文还要令人兴奋 每一口汤,都是对家人的爱的表达,每一片鸡肉,都是对传统的尊重 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炖鸡汤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在这个过程中,祖辈会将自己的智慧和生活经验传递给下一代 比如,那些特别的香料搭配,可能就是家族的秘密 那些特定的烹饪技巧,可能就是祖辈的独创 这些都是无价的家庭财富,比任何物质财富都要珍贵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下次当你品尝到一碗炖鸡汤时,不妨深思一下 这不仅仅是一碗汤,这是历史的沉淀,是文化的传递,是家的味道 而你,正是这个美味传说的一部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节日里的红豆年糕,甜蜜的团圆 各位亲爱的听众,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人垂涎三尺 甜蜜滋味中带着浓浓清清的话题,节日里的红豆年糕 这不仅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中华文化中团圆和甜蜜的象征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年糕这个元素 年糕,年糕,在中文里,年与甜蜜同音,向止住家人之间的关系紧密相沾 而糕与糕谐音,寓意住新的一年里步步高升 所以,当你咬下那一口Q弹有劲的年糕时 不仅是在享受美食,也是在品味一份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再来说说红豆 在东方文化中,红豆自古以来就是相似的象征 大家可能都听过王伟的那句,红豆生南国,出来发机制 愿君多采邪,此物最相思 这不仅仅是诗人对远方爱人的思念 也反映了红豆在人们心中特殊的情感地位 当红豆融入年糕 那份甜蜜便不仅是味蕾上的,更是心灵深处的味解 节日里,当家家户户的锅炉中传来糯米与红豆混合的香气时 那是对团人的最好预告 无论是春节,元宵还是中秋,红豆年糕总是能在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 它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个家庭成员,承载住家人间的爱与回忆 有趣的是,红豆年糕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 它是一个绝佳的健身器材 想想看,那糯米的粘性可不是盖的 每咬一口都需要耗费不少咀嚼的功夫 这无疑是对脸部肌肉的一次极佳锻炼 所以,当你在吉日里大快朵鱼时,也别忘了 你可能正在进行一场脸部健身操 最后,让我们以一句古老的祝福结束今天的分享 愿每一个品尝红豆年糕的人都能感受到那份甜蜜的团圆 不仅在节日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能拥有家人的陪伴和支持 谢谢大家,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秋收后的南瓜饼 祖辈的炖鸡汤和节日里的红豆年糕 这些美食不仅是食物 更是一种温暖的回忆 家庭的味道和传统的象征 南瓜饼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古代 感受家庭成员在秋天忙碌的身影 体验制作这道美食的艺术 而祖辈的炖鸡汤让我们感受到家族智慧和生活经验的传承 体会到每一口汤都是对家人的爱的表达 而节日里的红豆年糕则是团圆和甜蜜的象征 让我们感受到家人间的关系紧密相沾 也带来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这些美食不仅在古代有着独特的意义 而且在现代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南瓜饼走进了五星级餐厅 炖鸡汤传承了祖辈的智慧 红豆年糕则成为了节日的必备食品 这些传统美食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 更是文化的传承和家庭的情感 所以下次当你品尝到南瓜饼 炖鸡汤或红豆年糕时 让自己的思绪随着那美食飘向遥远的过去 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温暖 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 自己对这些美食的想法和回忆 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各自的观点 所以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